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门口还排了大概我看有差不多整百人 在排队进去要这个店里面去买东西 半夜11点就是晚上11点多 我也跟着去排队 然后在里面呢就看到原来这家店是卖一颗一颗 这样的capsule的这个咖啡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十盒一百里回来 这个想要品尝也要送给朋友 怎么知道买回来过后呢 我发现到这个咖啡不能打开 然后要把它撕开是很难 我以为是三合一原来就是把它一撕开加热水就可以了 然后后来就把刀片又把它割出来 然后倒出来就是咖啡的粉末 然后就加热水泡 然后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是纯正的咖啡 一百发现纯正咖啡 然后它的咖啡是不会溶解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咖啡是就是咖啡豆呢烘焙过后 它就变成了这个咖啡粉 它基本上是碳化的产品 它是不会溶解的 那就闹出了这笑话 才知道原来这个capsule是要放在机器 用高压蒸汽呢 这个萃取出这一个清品咖啡 我们所谓的纯正的咖啡 六七年前就看到这个产品 我就觉得这个产品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能够提升我们马来西亚朋友的这个咖啡享受的这个等次吧 就从一个气溶咖啡或者是这个化学咖啡 然后呢提升到这个清品咖啡的这个节奏 所以我们希望Aristo能够把这样的这个等级的咖啡 就是欧美洲国家他们的人民所享受的咖啡 带来给我们马来西亚朋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纯正的咖啡 现在在Aristo的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有这个咖啡 然后我们也有巧克力 然后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这个精品名茶 这个最新的产品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 高级的天然发酵的这个健康的面包 我们称之为叫五分钟Alvern Fresh的这个面包 这是目前我们有的产品 Aristo未来的发展 我们希望说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一个精品咖啡 精品咖啡不计划 因为要做这个生意 所以要去意大利 然后去做咖啡的考察 才发现到在意大利在欧洲 几乎是没有人在喝我们所喝的咖啡 就是我父母亲在喝的咖啡 几乎是没有的 然后后来我到日本去到韩国去注意咖啡的时候 也发现到几乎也是没有 他们几乎就不喝我们在喝的咖啡 那我才注意到原来我们所喝的咖啡 我爸爸妈妈所喝的咖啡 那原来是可以说是发展国家在喝的 现金国家其实不是没有在喝的咖啡 我觉得我们应该往前进步 我也希望我的父母亲 我的所有亲朋好友 他们都能够享受到真正真正的纯正的咖啡 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也能够把五星期酒店的咖啡 我们这个cafe一杯卖10块15块20块 在五星酒店里面一杯可能要卖30块的咖啡 能够普及化让我的父母亲每一天都可以喝 我的兄弟姐妹每天都可以喝 我们所有的佐林又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每一天都可以喝 就好像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样 我想这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咖啡享受能够进步 有一天能够让我意大利的朋友 我英国的朋友 我外国海外的朋友来到马来西亚 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每一个人 家里都只需要用一块钱就能够有一部 在他们的地方可能要马币千多两千块钱 才能够有的一部咖啡机 然后每一个人 不管是在家里 在办公室 在餐厅 在咖啡馆 在咖啡店都能够喝的 都喝的咖啡都是纯正的咖啡 纯正的健康好咖啡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是很幸福的 所以Arizo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够让那么美丽 那么好的健康咖啡 那么好的五星级咖啡 能够普及化到每个家庭 每个办公室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角落 然后除了这之外 我们的Arizo能够研发出 或者是能够推出更多高品质的生活享受 但是以低价格 让我们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享受到 可能很富有的人 或者是可能贵族他们才可以享受的生活 这也是另外我们一个 就是因为做了咖啡 茶后来延伸出来 我们觉得这个方向是很有意义的 让高品质的生活享受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低价格来拥有它 我们觉得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努力 是我们可以努力 跟我们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也就是Arizo的目标跟愿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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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п Ted